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生活中很常见的物品 稍微搭配一下就会产生很神奇的作用 比如洋葱和白醋 洋葱是一种营养价值高,口感又不错的蔬菜 外国人还将它试作水果皇后 几乎每一顿饭都离不开洋葱 而白醋是厨房里最常见的调味品 有了它,普通的食材也会变得很好吃 可是你知道吗 把白醋倒入洋葱中 会有怎样神奇的作用吗 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 把白醋倒入洋葱中的妙用 作用真是厉害 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烦恼 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吧 先用刀把洋葱的头位切掉 然后我们再用清水把洋葱的表面打湿 我们在洋葱的切口上分别放上一勺食盐 食盐具有比较强的杀菌能力 可以去除洋葱表面的细菌和杂质 另外用食盐去戳洗洋葱的话 还可以去除洋葱本身的辛辣味 这样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拉眼睛了 而且吃起来也不会有那么的辛辣了 最后我们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这样洋葱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现在直接放在案板上 先把洋葱对半切开 将它一分为二 再取取中一半 竖着切三刀 再转过来 横着切成小洋葱块 切好之后 我们把洋葱全部都散开 然后装入大碗中 现在就可以往洋葱里面倒入白醋了 量没有规定 以没过洋葱为宜 然后我们用保鲜膜把碗面缝起来 尽量整理整齿一些 这样白醋才不会溢出来 现在我们准备一根牙签 把保鲜膜的中间搓上几个小孔 这样洋葱的辛辣味和洋葱的气味 可以散发出来哦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白醋浸泡洋葱的几大妙用 第一个妙用 把醋泡洋葱放进冰箱里面 在夏天比较炎热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买各种各样味道的水果 还有总是会把剩菜剩饭 全部放进冰箱里面冷藏起来 冰箱里面的东西多了起来 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很难闻的异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醋泡洋葱放进来 白醋和洋葱会通过小孔 散发出刺激性气味 可以有效的去除冰箱里面的各种异味哦 效果非常好 大家可以试试 接下来第二个妙用 像夏天比较炎热的话 我们的卫生间或多或少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臭味和异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醋泡洋葱 放在一个通风的角落里 慢慢的 白醋和洋葱的味道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各种异味了 这种方法是非常的简单的 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也不会伤害身体 最好是可以每周使用两次 在每天晚上不使用厕所的时候放在里面 这样厕所里面就再也不会有难闻的异味啦 第三个妙用 在夏天的时候 家里面总是会有许多的小虫子 蚊子之类的 相信这个时候最烦躁的就是有宝宝的家庭了 每每一不注意宝宝就会被叮咬伤 皮肤敏感的宝宝更甚 用蚊香又怕对宝宝的伤害更大 这个时候醋泡洋葱就起作用啦 我们可以把醋泡洋葱放在床的柜上 或者是离床比较近的地方 白醋和洋葱这样结合之后 它会散发出刺激性气味 但是这种气味对我们人类的嗅觉来说 是不敏感的 而蚊子就不一样啦 它的嗅觉是非常的灵敏的 对于这种刺激性气味 蚊虫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小蚊虫就会静而远之啦 邻家的宝宝就再也不会受到蚊虫的干扰了 比使用蚊香效果更好哦 解决了不少的烦恼 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啦 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自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第四个妙用 我们往玻璃瓶中加入适量的洋葱 玻璃瓶我们需要高温消毒一遍 保证里面无油性无异味 洋葱的量不需要太多 刚好达到玻璃罐的平静处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白醋 一样的量没有限定 刚好摸过洋葱就可以 比较怕辛辣的朋友可以加入一勺白糖 量多的话可以加入两勺 最后我们盖上盖子 把洋葱密封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简单的吃爆洋葱就做好了 我们就这样 直接放进冰箱的冷藏层 冷藏两到三天就可以吃了 泡好的洋葱吃起来清脆爽口 水分也特别的多 吃起来辛辣中带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非常的好吃哦 像平时我们在吃面条或者是稀饭的时候 就可以来上一点这样的出泡洋葱 酸辣开胃特别的好吃 可以让你的胃口大开 越吃越想吃 而且对身体特别健康 洋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叶酸 钙加鸡等营养物质 搭配白醋一起食用 也算是健康保健食谱了 大家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阿雅 感谢您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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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